如果你看看彪姿達人 你也知道他的頻道經常說超瞬價 是很有感情,超瞬價 但我很少說,基本上我是未說過的 但這段影片我會很低調地說他的價錢給你看 但還是要介紹一下,這是Chris的風格 又是這支錶,我覺得這支錶跟達人有關係 我記得是去年11月初找我做訪問 叫我介紹這支錶,我就拿這支錶給他介紹 你可以看他的影片 挺有趣的,這支錶好像跟他有關 但又好像代表我的,很多朋友認識Chris 原來第一次聽Chris說錶,其實就是這支錶 這支錶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這支錶是AP,愛比一個傳統 第一個,鶴是不是很特別? 一支圓不完,又彎一點邊的一個方鶴 其實它不是圓鶴,它是一個方鶴 但這個方鶴的邊不是直線 這支錶只是鶴的問題,但漂亮的地方反而是針面 鶴當然是漂亮,是一支超薄的鶴 稍後再說一下機心 但鶴之餘,它的針面的水平是極高的 第一,做一個拉沙的面 然後全部都是金的字釘 包括金釘和阿拉伯數字的士釘 你看到它的針都不是普通,隨便製作一支劍針 或者Dolphin Hand 你看到呢 是有一個不同的雕,雕刻在這裡 打磨雕刻 並且中間這個位才厲害 可以將邊位扭空 並且好像那麼薄 真的有時 一些做得漂亮的針 一看下去呢 是很害怕它,究竟會不會斷的呢? 我剛剛拍完一套Glacute Glacute Geo那隻 Senator 它的分針 是做得很帥的 就是中間那裡 突然間收腰 收到好像很幼 看下去呢 究竟會不會斷的呢? 那個位置 雖然這支錶 這支錶 雖然是愛比的斯文錶 Tradition 但好戲 在後面 這支錶是厲害的 如果你認得 是JLC的 920 厲害的地方在哪裏呢? 基本上 它是 現在可能有些新的打破它 其實但是 連續很多年 它都是一隻超薄的 全鎖 全鎖 全鎖叫做Full Rotor 在中間的 一隻 自動錶 自動錶 超薄 是2.45 Around 2.45 2.46mm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做到這樣呢? 就是你看到 是不是有一個懸掛系統 這個是 即家的 真是獨創 並且專利的設計 整個盤是一個 自動錶的懸掛系統 下面是有四粒 滾動的寶珠 可以把整個錶撐住 但是 即家是 其一 但是即家的 賣點就是 不是賣點 其實是缺點 就是在入門的錶 打望不一般 一般的 尤其是都國處理 但是這隻錶 勁就勁在 它將即家的科技 落入 外比的工場 工房 我們叫做Workshop 用外比的 打磨 以及 杜國處理 去處理 這隻錶的 甲板 以及自動托 不單止 自動托 做了一個 AP的 直接是扭空 直接是一個扭空的金屬件 你看到 不同的 裏面 扭空的邊位 都是有人手 的 處理部分 並且 下面全部的甲板 都是有一個 第四級 Level 4的 杜國處理 包括所有 南保石 軸城 JuSync 的邊位 以及 螺絲 Sync 的邊位 全部是拋 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都不得 這隻錶 經常說 一隻錶有沒有故事 故事就是 它的擺 更加勁 原來它的擺 是 Petat Phillip 的 專利之作 Gyromax 所以 一隻 有 三大 是 勁 的廠家 包括JLC 的技術 愛比的處理 Petat Phillip的油絲 就是 即是叫實現 或者叫體驗 在一隻錶上 就是AP的 Tradition 我現在說個價錢給你聽 不過不要嚇壞 因為這個是超超 超信價 原價是 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現在是 超超 超信價 多謝各位 請見報告 與 雞 小 神 敵 垃卸 雞 雞 雞 氏 雞 雞 師 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